命运时为天,美食当前,有几个人能够按捺住吃货的心呢? 命运时为天,美食当前,有几个人能够按捺住吃货的心呢? 然而,听说猪肉牛肉有致癌物,豆浆有植物激素,会不会得乳腺癌呀? 培根是腌制物,敢吃吗? 传言那么多,吃个东西就会得癌,害怕,种种致癌食物的传言,我们还能好好吃吗? 资料调查,会不会致癌,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说了算,该组织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,其工作之一就是确定致癌物,这里每年发布的致癌物信息,是最具权微信的资料,下面就来告诉大家,该怎么吃,绝对不致癌,放心吃,小提醒,喝茶,不要太烫,超过60度的热语,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, 超过60度的热语,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,超过60度的热语,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,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可能致癌,尽量上吃,常见的红肉,油炸食品,菊菜,可能致癌,会增加患癌风险,怎么吃? 建议每日的红肉总量控制在50克以内,油炸食品还是要尽量上吃 关于红肉的小科普,最近加工的哺乳动物的鸡肉,如牛肉,猪肉,羊肉,马肉,包括鲜切肉,冷冻肉和较脚质肉 虽然这些食物被列入可能致癌物,但要注意,跑开计量弹毒性是少流氓,不效忽自己,还是能好好活着,幸福吃饭的,明确致癌 不能吃,一,腌制品,培根,火腿,咸菜,冰牢,已经凝却对人体有致癌作用,但目前无法得知吃多少才算安全,少吃人样 二,没变食品,没变了米,买,豆,花生,玉米等,会产生黄蛆毒素,一种比皮胸还要毒有18倍 毒性梅剧毒物情话甲的失败,目前所知致癌性最强的化学物质 所以,如果一旦这些物质发生没变,千万不要心疼,该扔掉的,就扔掉,不要得不吵湿 三,烟酒,这两个是一类致癌物质,别碰了,生活中有各种烦恼 但是我们时刻保持微笑,放松心情,用微笑来释放压力,将自己时刻保持好心情,赢得好生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